大家好 今天我要为你介绍的这个哲学家是斯宾诺沙 和他的《知性改定论》这本书 我们经常对哲学家有一种印象 觉得他们是一群古怪的性格特殊的阴郁的人 一般很难和他们相处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是这样 但是人们宁可假设他们都是这样 那么哲学家是为了顾名钓鱼而故意这样做的吗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为什么有些哲学家会选择离群所居独自思考呢 今天我们就来阅读一位孤独的哲学家的著作 他就是斯宾诺沙 他的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 但是他的性格温和与世无争 他也并不是一个怪人 他一个人的独处是因为历史和环境的无奈 也是因为他个人对真理的追求 在极端孤独的环境里 他写下了《知性改定论》这本书 今天我们的音频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我们会首先介绍一下斯宾诺沙这个人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知性改定论》这本书 紧接着我们来阅读《知性改定论》当中 斯宾诺沙对哲学的看法 最后我们来重点详述一下 斯宾诺沙对知识的分类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 斯宾诺沙是伟大哲学家当中 人格最高尚 性情最温和可亲的 按材质上来说 有些人可能超过了他 但是在道德方面 斯宾诺沙是至高无上的 斯宾诺沙的全名是 巴鲁克德斯宾诺沙 巴鲁克的意思就是祝福 1632年 斯宾诺沙出生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斯宾诺沙的祖父是在普洛亚生活的犹太人 后来因为受到迫害 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 流亡到了荷兰 当时的荷兰恰好是一个黄金时代 商业繁荣 王化兴盛 对信仰也比较宽容 犹太人不太容易受到迫害 著名的画家伦伯朗 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 本来犹太人这个民族 是人类历史上比较特殊的 公元70年 罗马人攻占了耶路撒冷 圣殿被摧毁 从此犹太人就一直在世界各地流散 因为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禁止基督徒 从事一些特定领域的职业 例如金融等 那犹太人反而抓住了机会 积累了财富 但一方面犹太人虽然拥有了 最大的财富 另一方面 他们却没有宗教和政治地位 所以在历史上经常会成为 被迫害的对象 斯比诺沙就是一个犹太人 甚至后来也被称为 近代最伟大的犹太人 但是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犹太人 斯比诺沙出生在阿姆斯特丹 他从小在犹太人社区 接受了非常传统的教育 他的父亲 本来想让斯比诺沙 接替他管理家族企业 1647年 一个叫科斯塔的犹太人 因为写了一篇 攻击来世信仰的文章 而被强烈悔改 他在犹太会的教堂里 被当众鞭打了39下 回到家后 不堪重负的科斯塔 最终开枪自杀 那一年斯比诺沙才15岁 没想到几年后 斯比诺沙也经历了类似的情景 1656年 斯比诺沙被叫到 犹太会教堂的拉比面前 问斯比诺沙 1656年7月27日 斯比诺沙被开除了教集 斯比诺沙离开犹太教 并不是为了加入基督教 而是为了更加彻底的 和一切宗教决断 他对宗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可以说 离开犹太教 他成为了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被赶出了犹太社区 而且被各种激烈的言辞所辱骂 给大家摘录一段 斯比诺沙的公告当中的几句话 让他白天受人诅咒 夜里受人诅咒 躺下时受人诅咒 起来时还受人诅咒 外出时受人诅咒 回来时还受人诅咒 开出他的公告甚至要求 任何人不得和他说话 写信和往来 甚至不能和他同处一世 相聚不能小于四米 任何人都不能读斯比诺沙写的书 之后不久 斯比诺沙还经历过一次自杀 至今没有人知道 究竟是谁对他下的读咒 一方说是狂热的信徒 也有人说是犹太会堂派的人 斯比诺沙一天晚上在街上散步 一个人突然挖出匕首刺向他 索性斯比诺沙转身才逃过一劫 只是脖子上被划伤了 阿姆斯特丹已经不是斯比诺沙的容身之处了 他的父亲也要打发他走 他的姐姐试图骗取他的一笔遗产 而朋友对他必而远之 那一年斯比诺沙仅仅在24岁 斯比诺沙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从此穷然一身 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 来到了附近的莱因斯堡住下 后来又搬到了海牙 从此之后 斯比诺沙一辈子似乎波兰普京 有些平淡无奇 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海牙超过30英里 他一直没有结婚 白天磨光学遗迹的镜片 晚上在家给抽烟狗 斯比诺沙大概是历史上第二宅的哲学家 排名第一宅的哲学家是康哲 我们以后会讲到 斯比诺沙有几个好朋友和养目者 一直想给他送钱 这样他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研究 可是斯比诺沙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钱 他说 大自然只需要一点点就能满足 如果大自然如此 我也如此 也曾有人要送给他一件新衣服 可是斯比诺沙回复说 一个人绝不会因为一件新衣服而变得更好 他还说 金玉其外败序其中是很不合理的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经暗示 只要斯比诺沙把他的一本著作提现给他 他就能够获得一大笔奖赏 可是斯比诺沙也蜿蜒谢绝了 若是国王曾经给他写信 当他的资助者和保护者 他又被斯比诺沙给拒绝了 他只是想过一种简朴平静的流浪生活 斯比诺沙说 尽管我实时的发现 靠我天然的理解力 所搜寻到的果实不真实 但是这并不会使我感到不满 因为我在搜集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愉快的 不在悲叹和忧愁中度日 而是在平和宁静和愉快中生活 就是在莱因斯堡度过的那五年里 斯比诺沙写下了两本名著 知性改进论和伦理学 知性改进论大概是斯比诺沙 在1661年的冬天到1662年春天写的 斯比诺沙还有一本更著名的书 就是他的伦理学 伦理学完成于1665年 可是因为观点的原因 有整整十年不能出版 所以一直到斯比诺沙死后才问世 知性改进论是斯比诺沙 关于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著作 可以看作是他整个哲学的纲领 他在不少地方都提到过 将在他的哲学当中加以说明 这里我的哲学 就是指他当时计划写的伦理学 斯比诺沙曾经认真研究过两本书 一本是迪卡尔的谈谈方法 另一本是培根的新工具 这两本书我们之前都介绍过 所以斯比诺沙使用的这个书名 也就很有讲究 他认为知性是自然之光 本身毫无问题 而只需要扩充发展 这本书本来全部是用拉丁语写的 是当时欧洲知识界通用的语言 全书共分为五章 一共110节 斯比诺沙认为哲学的目的 就是要追求至善 而这种至善是人人都可以分享的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论最足以知道 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 斯比诺沙在知性改进论的第一章 就谈到了哲学的目的 他说 当他受到过经验的教训之后 才逐渐的明白 日常生活中所学到的一切 都是虚幻的无畏的 并且他有见到一切令人恐惧的东西 除了人的心灵受到触动之外 他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 所以最后他才决定要探究一下 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 斯比诺沙认为 这种善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 单独来支配心灵 也就是说 他要探究一种没有的东西 已经发现和获得之后 就可以享有延续的无上的快乐 对于斯比诺沙而言 追求那些还不确定的东西 肯定是不明智的 他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新的生活目标 他知道名誉和财富的好处 但如果要认真地去从事别的新的探究 那么就必须要放弃追求这些利益 事实上 我们从介绍斯比诺沙的生平来看 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 斯比诺沙说 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无非是三样东西 财富 名誉和感官快乐 但是实际上扰乱人们心灵的 但是实际上扰乱人们心灵的 也正是这三样东西 当人们沉寂于感官的快乐的时候 就不会想到其他的东西 但是当感官的快乐一旦被满足 烦恼就会立刻随之产生 这样人的心灵就会感到困惑 同样 对荣誉和财富的追求 很多人把它们当做目的本身 但情况和感官快乐一样 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时候 人也会迷失 最后斯比诺沙决定放弃追求这三样东西 也就是感官快乐 荣誉和财富 那么他追求什么呢 他要追求的是永恒无限的东西 可以培养人的心灵 使心灵经常的欢愉愉快 而不会受到苦恼的清洗 所以那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斯比诺沙提出 首先就要来医治知性 并且尽一切的可能 重化知性 使得知性可以无误的 完善的认识事物 这甚至被斯比诺沙认定为 一切科学的最终目的 为此斯比诺沙提出了 好生活的三条规则 第一 言语必须使众人了解 一切不妨碍达到我们目的的事情 都必须尽力去做 第二 享受快乐 必须以保持健康为限度 第三 对于金钱 和任何其他物品的获得 必须以维持生命和健康为限度 对于不违反我们目标的 一般习俗都可以遵循 在知性感情论的第二章 斯比诺沙对知识进行了分类 他提出了四种类型的知识 第一种知识 由传闻或者由某种任意 提出来的名称或符号等 间接得来的知识 斯比诺沙指的是 基于权威信仰的知识 例如我知道我的生日 第二种知识 是由泛泛的经验得来的知识 很管用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按照斯比诺沙的话来说 这就是由泛泛的经验得来的知识 也没有经过理论的论证和推演 因此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第三种知识是来自推理或者是论证 也就是说 从一个确定的前提出发 聊出结论 是一种间接的理性知识 但是这种推论并不必然正确 获得这种知识是由于以果求因 或者是因为一种特质 永远伴随着某种普遍现象 而推演出来的 例如物体的近大远小 由此我们可以推出 太阳要比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大 第四种知识是由理性 直接认识到事物的本性 或者是本质的知识 它是清楚明晰的观念 例如两条直线 分别平行于第三条直线 那么我们就认定 这两条直线必定平行 它们是我们进行推论的根据 而不是从推论间接得来的 所以它们是一种直接的理性认识 斯明诺沙认为 哲学上最根本的命题 就是直观知识 它捍卫几何学的功力 一样具有必然性和永恒性 斯明诺沙出生在一个质疑的时代 但是它本人在质疑的时候 也在寻找确定的东西 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每天获得的知识和信息非常多 有些从书本而来 有些是从别人那里听的 有些是从互联网上来 我们自己是否也可以 对我们的知识性分类呢 看看究竟哪些才是可靠的 好 我们来统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们首先介绍了斯明诺沙这个人 然后我们讲了一下 知性改进论这本书 紧接着我们阅读了 知性改进论当中 斯明诺沙对哲学的看法 最后我们阐述了 斯明诺沙对知识的四种分类 好 现在我想提出我的问题 你认为哲学家的孤独生活 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和弊呢 欢迎大家思考 大家好 在上一个音频里面 我们阅读了斯明诺沙的知性改进论 那么在知性改进论里面 斯明诺沙给自己的哲学提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要追求永恒无限的东西 或者说追求至善的东西 为此他放弃了财富 荣誉和感官快乐 还有就是他对人类的知识进行了分类 而且他还因为坚持真理 被逐出了犹太社区 如果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斯明诺沙有点重叛轻离的悲剧感 但是对他自己而言 这却是已然自得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对于信仰 究竟有什么样离经叛道的看法 有传记作家提出 斯明诺沙有四种面貌 这并不是他人格分裂 而是说他的思想非常复杂 也非常的广播 那么第一个面貌 就是作为普通人的斯明诺沙 他是很亲近人的 那第二个面貌 是非常激进的宗教学家 他既不满当时的新教神学 也不满犹太教的神学 而是要提出一种 他自己的理解上帝的观念 第三个面貌 他是一个政治思想家 他提出了最为理想的民主国家范式 在这个国家里面 教会和国家要分开 这个想法要在一个世纪之后 在美国的独立宣言 和宪法第一修论案当中 才真正的体现出来 那第四个面貌 是斯宾诺沙最难理解的 就是他用一个科学 几何模型 来解释宇宙和人类的哲学家 即使后三个面貌 是相互融贯的 也是相互支撑的 那我们今天的音频 会有以下几个部分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斯宾诺沙的一元论 以及这种一元论 和笛卡尔的二元论之间的 基本差别 然后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斯宾诺沙对上帝的看法 也就是他的自然神论 紧接着我们阅读一下 斯宾诺沙在伦理学这本书当中 对人类情感的看法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斯宾诺沙之死 我们先来说 斯宾诺沙的一元论 斯宾诺沙认为 笛卡尔的论证是存在问题的 我们知道笛卡尔 他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论者 在笛卡尔那里 存在着两种基本属性 完全不同的实体 一种是物质 另一种则是精神 但是斯宾诺沙则认为 只有一种真正的实体 那就是上帝 所以斯宾诺沙是一个 标准的一元论者 但是这个上帝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不要忘闻生意 在哲学史上 不同的哲学家 使用同一个概念 可能他的意思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在斯宾诺沙那里 上帝就是所有事物的总和 也就是自然本身 这就是斯宾诺沙的自然神论 我们会在下面的一段详细介绍 对斯宾诺沙来说 心灵和身体都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对他来说 也就不存在笛卡尔的二元论难题 但是会产生伦理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于斯宾诺沙而言 人死后就没有了生命 而且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 我们曾经提到过 自由意志这个概念 它的基本含义就是 一个人做出决定 和相应的行动的能力 例如我决定 今天中午要吃面条 而不是吃米饭 这就是我做的决定 我也可以改变自己的选择 这说明 我们并不是受到 某个外在的强制力 而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的 但是在斯宾诺沙的世界 整个宇宙存在一个基本的规律 所有的物体 都要受制于这种规律 人也不例外 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是实体的本质所引起的 物质性的身体 受到物体规律的支配 身体的活动 都是由之前的状况引发的 在斯宾诺沙看来 物质和心灵的规律是一致的 所以一切事物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必然成为如此 所以他反对人有自由意志 但是否认人有自由意志 也会导致这些难题 如果人的决定 不是由自己做出的 那么他还需要 为自己的过失负责吗 那么这些问题 我们以后还会反复地提到 这里先不展开讲 在斯宾诺沙的伦理学这本书里 他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这本书包含了250个定理 按照斯宾诺沙的话来说 他是用几何许的方法 来进行论证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斯宾诺沙的上帝 斯宾诺沙因为对上帝 毕竟叛道的认识 而被拙出了犹太社区 那么他认识的上帝 是怎么样的呢 在伦理学第一部分当中 斯宾诺沙对上帝 或者说对神的定义是这样的 神是绝对无限的存在 也就是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 其中每一种属性 各表示着永恒无限的本质 斯宾诺沙的上帝 是无处不在的 在宇宙的每一个例子当中 但是这个上帝 在某种意义上 却是十分懒惰的 这种懒惰恰恰是因为 他的能力极大 他在创造了宇宙和宇宙中的 基本规律之后 就什么事都不干了 遗忘的信徒 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都认为上帝 是可以听见信徒的祷告 并有所回应的 但是斯宾诺沙认为 无论你对上帝说什么 上帝都是不会回答你的 也不会直接插手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 更不会对人的祈祷 做出回应 同时 这个神也是不会 直接惩罚恶人的 那么这个上帝 是不是有点无为呢 按照斯宾诺沙的论证 只有上帝才是自由因 只有上帝才按照 他的本性的必然性而行动 而且上帝的理智 和人的理智之间 存在天壤之别 所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不是为了取悦上帝 而是按照上帝的本质行动 自然界没有什么偶然 一切都有逻辑的必然性 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是上帝本质的神秘体现 他说 神不会爱任何人 所以人也不要希望上帝会爱他 如果有人这样做 说明他爱的不是神 对于斯宾诺沙的信仰 后世一直存在着争论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有人则认为他是犯神论者 上帝就是万事万物 无处不在 甚至存在于很小的威力当中 在一阵风里 我们自己身上 不管是活物还是死物 都有上帝的踪影 不过最为准确的看法是 斯宾诺沙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因为他自己说过 上帝就是自然 德国神秘主义诗人诺瓦里斯说 斯宾诺沙讨罪于神 斯宾诺沙对于上帝的认识 后来对爱因斯坦等很多自然科学家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爱因斯坦一直认为 他自己的物理学研究 就是在破解上帝留下的谜题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斯宾诺沙的情感 在伦理学第三章和第四章里 斯宾诺沙讨讨论了人类的情感问题 这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近代真学之后 就非常突出人的理性的那一面 以迪卡尔为代表 而斯宾诺沙不一样 他承认人的自然的属性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人的欲望 情绪和感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也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过他认为 这些欲望应当受到理性的支配和控制 在伦理学当中 他着重分析了人的喜怒哀乐 他还给爱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 爱是一个外在原因的观念 所伴随的快乐 相反 恨是一个外在的原因的观念 所伴随的痛苦 但是引起爱与恨的原因 可能是非常偶然的 快乐是一回事 而引起快乐的东西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 最终都要汇聚在心中 他还认为 一个情感只有通过一个 与他相反的 较强烈的情感 才能克制和抵消 换句话说 斯宾诺沙建议我们 要通过理性和理智 来获得更强烈的积极情绪 这样才能和消极情绪作斗争 在伦理学当中 斯宾诺沙一直强调自立 尤其是自我保全 主宰着人的一切行为 他说 我不能想象任何德性 是先于这种自我保全的冲动的 精神如果产生了 不适当的观念 那么就是智情 智烈的智 也有人翻译成是情欲 不同的智情之间 可能会引起冲突 但是遵从理性的人 会学会如何协调他们 那么在这一点上 斯宾诺沙明显是受到了 斯多哥学派的影响 但是斯宾诺沙并不反对 所有的情感 只是反对智情 他认为如果某种情感是智情 但是我们能够对他 形成一种清晰判断的观念 他就不再是智情了 这个观点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理解自己的情感 可以帮助我们控制情感力量 这一点后来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也非常有启发 心理分析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用理性来认识和把握智情 在这个意义上 斯宾诺沙可以说是近代心理学的先驱 斯宾诺沙在伦理学的结尾处写道 闲打者 只要他被认为是闲打者 其灵魂绝少干扰 他却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 如自身如神如知 绝不停止存在 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一人自得 那么你也认为这种一人自得 是值得追求的吗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斯宾诺沙之死和他的雕塑 1677年2月20日 宝东一家知道斯宾诺沙生病了 但是以为病得不重 于是就去了教堂 但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斯宾诺沙因为病重去世了 斯宾诺沙病逝的那一年 他才44岁 据说他工作的地方非常狭小 因为磨镜片而充满了粉尘 他还拒绝捐助 他不得不日复一日的 在粉尘里面工作摸镜片 所以斯宾诺沙最终是死于呼吸困难 他死之前已经意料到 有这一天到来了 但是他唯一担心的 就是他的手稿在生前 没有办法出版 最终全都遗失 所以他把自己的手稿 放到了一个抽屉里面锁好 把钥匙交给房东 之后再把钥匙交给一个 叫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 在斯宾诺沙逝世200周年的时候 有人为他集资 在海牙建了一座雕塑 1882年雕塑接木 仪式上的讲话的人说 这个人从他花岗岩的基础上 向所有的人 指明他发现的幸福之路 从此千秋万代 有教养的人经过这里 心头会默默的思念 最真挚的对神的洞察理解 大概就处在这位哲学家的心中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音频内容 我们首先了解了 斯宾诺沙的意愿论 以及这种意愿论 和迪卡尔的二元论的基本差别 然后我们介绍了 斯宾诺沙对于上帝的看法 也就是他的自然神论 紧接着我们介绍了 斯宾诺沙在伦理学这本书当中 对人类情感的看法 最后我们说了一下斯宾诺沙之死 好 那么在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你认为我们如何达到 斯宾诺沙所说的那种 已然自表的状态呢